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講一下住宿的日文 我們去旅行 說到住,我們會住酒店 或者住商務的酒店 或者旅館 和 hostel 在日文裡面 他們的分別是怎樣說呢? 第一,很簡單 Hotel是怎樣說的? 你只要把它讀歪一點 Hotel 就是這個酒店的意思 然後在前面加上 Business Hotel 就是代表商務的酒店 它的日文讀法是 Business Hotel Business Hotel 有時候你未必會住酒店 你可能會住去旅館 因為可能是便宜一點 或者那個地方是郊外一點 就會住一些特色的旅館 例如是溫泉旅館 在旅館來說 日文叫做 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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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el 旅館 thru 旅館 repeated 最好看見的就是Front Desk 酒店接待處的日文 我們會讀作 Front 說到住宿 有時需要找這個負責人 你可能會找這個經理 經理來說 我們在日文會寫作 支配人 就不是要支配他的意思 支配人的日文讀法是 支配人 支配人 如果你找到經理 可能因為你是預約了房間 但他們顯示不了 有點麻煩 所以你就需要找他 說起預約 預約的日文 我們會讀作 予約 予約 當你去到一些大酒店 可能他們會有接送的服務 你可以問他的收費是怎樣 或者時間是怎樣 而他的日文讀法是 Soukei Service Soukei Service 好 今天住宿的單子 先說到這裏 希望讓大家很簡單 認識到有不同類型的住宿 以及你去到 一入Lobby的時候 有機會看到的單子 或者用到的單子 如果想再學多些 就可以明天再看我的住宿2 這一篇 我們今天來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like 和subscribe 還可以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看多些日本的資訊 我們今天來到這裏 再看一看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裏會有更多日本的資訊 拜拜 再見 拜拜 拜拜 再見 再見